南米酒的國家二瓜多 有黑道的老大頭照都去趕到外面 在電視台營機趁岸之後 現在十次又團出 等在調查電視台趁岸的檢察官 塞車在盤路讓人趁殺 這已經不是頭一段 揭發任務員讓人殺害害害怕 就算政府已經承認軍隊對控犯罪集團 又是無法控制犯罪行為一再發生 車廂都是趁機坑驚訪到 沒有儘管當地現場採檢 有過多電視台在電視台拍到 都去開槍 調查這間案件的檢察官 斯瓦瑞茲著起 雙團出在調某下旗 二亞基爾會請查新聞 當地未必報道 斯瓦瑞茲會請求那些東西 當地塞車在電視台 在電視台的辦公室 公安發生前一天 斯瓦瑞茲沒給我們提供 健康並沒有提供 已經行報後 不然也沒辦法確定 斯瓦瑞茲行報 但是跟調查電視台 請求案有關係 不過在他進警 幾年來已經有幾年名 檢察官和法官 和歐邦請求 現在是歐巴多 犯罪勢力撞開 歐巴多幾期 馬虹化作拉丁美酒的 和平波濟 稍後跨國賣到集團 利用 因爲更好 用歐比書出動品 作成國家立安排海 去年更加發生 大概7800件的勞煞案 全國環節集團 有20國海性官僑過兩人 歐巴多總統洛波亞 幾個月已經宣布 國家建立60天緊急狀態 還承諾軍隊 這個讓國家看作 恐怖組織的犯罪集團 也不如幫派分阻 電動發動複雜 作成很多兵人 和集團政府受傷 方式新聞新聞 您的官方